小短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是从浪漫Duke大学来的 圣露林Jerry老师 科技 创新 娱乐 各种心习有趣都在宝伯朋友说 嘿 你听宝伯朋友说了吗 哈喽 欢迎来到宝伯朋友说 我是葛如君宝博士 今天的气温已经逐渐转凉了 但是我们的录音室可以说是非常的炙热 因为迎来了一位许久不见的宝伯朋友 在脸书上经常发布一些 引人反思的一些讯息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 创下这个节目有史以来最任性 也最特别的来宾 他自诩为是一位任性的社会学家 用冷静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但同时呢 他也是全球最好的五时间设计学院 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应该是吧 我可以出声音啊 对啊 你可以任性的发声了 可以可以 对吧 我记得实践是 什么 The best 50 university 既然你不知道 30 30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反正我记得很厉害 然后实践大学的工业产品设计系的副教授 透过实际的物品 记录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还有透过他幽默风趣的话语 点醒世间的每一个人去认识 跟社会或社会学有关或无关的知识 让我们欢迎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系的副教授 我郑露林Jerry老师 好 谢谢 这个Jerry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新书 一开始就讲新书 大家以为我们要打书了 其实是顺便啦 就是因为书的关系 然后让我替Jerry老师很开心 因为大麦 但是其实也让我想起来跟Jerry老师很多缘分 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来聊一聊 那这个书名先让大家听 寻常的社会设计 一位任性的社会学者玄武展 这个书我们闲聊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一个任性的社会学者的自白 怎么样 感觉如何 好像是深夜时段 好啦 反正这一集的主题 就是让我跟Jerry老师闲聊一下 所以我们就先闲聊一下 在我的心中 你一直有一个 你要跟我告白吗 深夜的 你一直有一个深夜的影像 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快要十年前的某一个晚上 我们在那个螺丝浮路辛亥路口的摩斯汉堡 你问我网路嘛 Network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超前部署啊 真的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聊什么 你记得我们聊 我都知道 你聊的这个你也是很特别 我跟你提示一下 我内容有个讲道 对 然后也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为什么Jerry老师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非凡地位 因为我们那一年应该是2011年 然后我那时候刚创业 第一间创业公司 那时候还在台大念书 你做那个 做一个Social Network 叫LinkWish 当时呢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摩斯汉堡店遇到 因为你有个App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就问了你一个问题 我说老师 到底人类社会群体是可以控制的 还是不可以控制的 你记不记得这个问题 我现在知道这本书的起源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来不及写下去 下一本 下一本谢谢你 你记得我问这个问题吗 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原因是因为我们的App 一开始涌进了很多用户 好几千甚至上万名用户 结果里面发生了一些不可逆的变化 因为有些人在骚扰用户 然后呢 当年2011年还没有所谓的社交管理员这种职位 所以我就很困扰 当时已经基本上我们已经放弃那个计划了 然后我只是 我们即将要展开一个 摩斯汉堡的使用者社群 就是粉丝社群 所以我就来问Jerry老师 那时候我就问说 到底人群是可以控制的 还是不能控制的 我能不能影响他们的行为 让他们留在某个地方 你记得我问这个问题吗 我们那次之后我们还碰过几次 其实你的问题大致上 phrasing不一样 但一直在困扰这个问题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 我听起来是个困扰的孩子 那我如果现在再问你一次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就是说人群到底是可以控制的 还是不能控制的 我一定要很仔细回答 小心回答 没有不用啦 不然十几年没进步了 开玩笑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人类 这本书谈工具 对 而且我说因为工具受造人 那工具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要控制嘛 对 有控制欲望才会有工具嘛 所以这个也不会停下来 这是意愿的问题 你也不会因为那个停止控制 对对 控制的意愿是一定存在的 但是到底可不可以 但我觉得我们要接受一个东西是 这个世界有技术 有各种因素在 它一定是动态 而且我们喜欢动态的社会 我不需要停在哪个点上 对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要随时保持控制 不要放弃信心 但不要希望静态的社会 所以这个问题背后 如果是要那样的东西 就一劳永逸的控制 我觉得这个就放弃掉是最好 因为那也不是ideal的 那一劳永逸的控制做得到吗 当时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是一个社交产品的创办人 我当然希望一劳永逸的控制 我们所有的用户 让他都不要离开了 这样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 但是复数这件事情很重要 复数是什么意思 复数就是multiplicity 那你的复数是复杂的复 复杂的复复复数呢 数字的复 复数 我觉得复数这个是这个是实相 一定是这样子 那我们business 社会各方面 个人的生涯各方面 我们都希望它有一个稳定性 我们的business收入会持续进来 起码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那就是生态的问题 就是说一定程度上 如果你维持一个一定稳定的生态 它其实一定程度上 一定程度上自我封闭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努力 就是说可不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那可不可以这句话问题 宁可往说 我们如何创造一个生态 譬如说Apple的生态 我今天我不能够随便换东西 你就被控制 我就被控制了 那我也蛮enjoy的 因为我也投入我自己的各种effort 就像Facebook的时候 我会typing各种informing 会做什么心甘情愿 我有benefit拿到 这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里面 重要的特色 那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控制 其实我一直要把你这句话转掉 就是说转成 因为我觉得对的方式 问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啦 有时候答案不见得重要 但是对方我们才会 把我们的资源 精力 讨论 对焦到 好啦 我觉得Jerry老师 你看我就是把你搞混 进步了 这十年 老师你 你进步了 进步了 被认证了 我跟妳讲 十年前的答案 真的还在 我真的还记得 我记得一辈子 真的 你当时的回答 没有没有没有 你当时的回答很酷 我觉得很酷 我很喜欢 你跟我讲说 这个世界的社会学家 分成两派 一派是认为 不能控制的 人有自由意志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entropy 这个要到处去改变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然后你说还有另外一派 是人群 社会是可以控制的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说 原来可以 然后我就问你第二个问题 我说那老师你是哪一派 怎么样 十年后 你要不要再回答一次 你现在是哪一派 我在设计学院 当然是倾向于要控制 可以控制 怎么要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那你又多加一个人 就不只可以控制的 设计嘛 还要控制 超高了 变黑暗了 变黑暗了 这真的有censorship 在这个感觉 难怪你这么小心 我们事后会剪掉 原来是这十年之内 Jerry老师的内心 变黑暗了 好啦 笑死笑死 然后那时候呢 你就跟我讲说 当然是可以控制的这一派 然后你还教我一个神招 你知道吗 你一直活在那个 从前 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我要教你一个神招 没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 完全就是个宅男 我今天只记住一句话 我进步了 对啊 对啊 进步了 那我说哪句话 然后我就问你说 既然可以控制 然后你又是属于 相信可以控制的这一派 然后我就跟你说了 我们那时候遇到的问题 我说我们社群里面有近一万名用户 可是大概有五到十个人 就是老鼠死 很坏 他一直拼命的去骚扰那些条件比较好的 照片比较漂亮的用户 然后他们后来就逃走 四散 然后一个可爱的用户 不管是帅的还是美的 一个可爱的用户离开 可能就会损失一百个 就是觉得 对对 就是因为他的吸引而留下来的用户 就是那些潜水员 就会跟着这些人一起离开了 然后我就说 我们能不能用某一种社交控制的方法 来让这些人 进入一种可控的状态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五到十个老鼠死 坏了一整个周这样 然后你那时候就告诉我一个神招 梅花做神迹 你就说啊 如果你要做一个社交服务 你这一群人进来 你就要给他们贴标签 谁的社交欲望比较强的 就是那种会一天到晚 去跟不认识的人讲话的 这种人你就给他标五分 那种喜欢坐在一个角落静静的 都标人家来打扰 每天就是喜欢潜水的 这种人呢 就是给他标零分或一分 反正他就是一个社交欲望行为 行动能力的等地 然后就跟我讲说 绝对不能让五分的人 跟零分的人坐在一起 什么意思 你就是不能让五分的人 跟零分的人去接触 应该要让五分的人 跟三分四分的人 坐在梅花座这个概念 梅花座就有点像一个社交网路图谱啦 你如果说Facebook的话就说 你要让五分的用户 比较常刷墙的时候看到 maybe三十分的 不然他一看到他的什么贴文 跑去点然后传私讯说 安安最近怎么样啊 你那餐厅水哦 这样就烦死了嘛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你那时候是超前部署 你这个朋友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什么东西 就这位朋友 蛮崇拜他了 对蛮崇拜了 有没有觉得 这个不错 还蛮神的 然后你看这样子 接下来这几年 哇 social network 这个社交控制 完全变成显学 是 哇 你当年的这个梅花座神迹 我看可能都被 Mark Zagob偷听到 然后他就 用在他的产品里面 就控制了我们的行为啊 所以这个节目很重要 大家要继续听 搞清楚啊 你会听到梅花神迹 你的 对啊 不要忘了 你的那个脸书IG 对不对 你其实都是被分类过的嘛 是 你都被分座位了 你自己还不知道 是 好啦 这个 这只是一个开场 就要先展示一下 身为一个主持人 没有 只有你的开场是这样 我一讲这个 人家是那个深夜加油站的 苏格拉底 我们是在深夜的摩生法 遇见Jerry 你知道最近Netflix有一个叫社交两人 你知道啦 我就知道你一定知道 我也是有一点宅嘛 Social Dilemma 对不对 我还是蛮 这基本上已经呼应了我们十年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 再让Jerry老师来超前部署一下 未来的人类社会 老师你这本书我真的是有一个点要先 你到底有没有看 我 你会发现我进来的时候 没有人敢这样问把博士 我今天就吐槽他 当场测试 你看一下我这个有 有有有 根据各种 折叶 折叶皱纹 就是这个 但你有没有看到折叶是 有有 是在250页 你这本书是310几 所以我其实就是在继承车上 拼命折 拼命折子的那种宝博士 Origami 我非常超前部署 哎呀超前部署 车上就一直折叱 没有啦 知道我会问 我们这样录不下 你最后都废话 一堆朋友都 就是听众都抱怨说 宝博士你的节目 开始听就没办法工作了 这一集应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回来还没有什么身家新的东西 根本还不在讲 对对 好啦 就是说这本书我有一个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就是 每一个chapter 一个段落 一个章节 前面会有一个标语 对 那每一个标语都是 哇塞 就是 吓到 吓到那个文字之美 你看 重返球体的雅美丽佳 我现在随便翻 你看这个 个体时代的群体 译言 这是这样你也没说吧 译业的译 这没有中文 没有读好 真的连标题都读不懂 老师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每一个标题 都是最后 然后这样 哇 一个一个给它polish 然后 我觉得这本书不容易读 它需要专心 它需要思考 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 是一个有深度的东西 你先cover十秒 我擦一下眼泪 是效忠带累 还要长智慧 其实我真的有在算说 阅读 比如几千字 已经思考两个问题 有点累了 然后我会告诉说 你可以去喝个水 看房电影 再回来继续 有点像 Aerobic James里面的教练 就练肌肉 但每个标题你都希望 它有一种refresh的感觉 就是说 有个东西会期待 有个东西会帮助它 hold住那个东西 读一段 所以你是直接写的时候 就下这么厉害的标题吗 还是你是后来才回去下的 我觉得是加工过 你承认一下 我跟你讲 这些标题 我讲一个秘辛 真的被你问出来 学生帮你想的 这当然不是 这本书 所有的标题 包括书名 我都交给编辑 太强了 我就不想讲这句话 因为会被挖角 这太强了 而且书名 书名也是他定的 寻常的社会设计 副标题怎么样 一位韧性社会学者的选物展 也是厉害 也是厉害吗 选物两个字就是 然后又韧性 整个就是 我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真的是合作愉快 整本书 从封面的设计 一路进来 双喜出版 然后章节的案排 而且郑璐林作品 01 02在上面 02哪里有02 就是要考你 就是这时候 02是什么 只有最后一页 看你会读 什么 有02 有02吗 预告 真的超前部署 而且总共 我跟你讲 总共五本 七年 这个已经有02了 郑璐林作品02 现在正在写 已经预告了 重写名义 艺术的义 人民的名 无名 无我 刘忠岳 这是你取的 还是又是编辑取的 又是编辑取的 真的是 好了 我们回来 我现在眼泪已经擦干了 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 郑璐林 Jerry哥 学历 师大附中 从附中出来以后 到台大 社会学系 我是读辅大社会系 然后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所 所以我们明征集团 我们一直有一个 隐姓的一个集团 会去调查来宾 今天看起来刚好露一条 辅大社会系 那你也是高中都在玩社团 看电影 看小说 看小说 对 我打工都在图书馆 然后才会去美女 这么多的学校 然后之后又逆袭到台大 就这种路径 我很熟悉 那那个时候 我想知道 就是你是 老师是几年 是在社会学 进入这个 学问的世界 你这样就透露我的神秘数字 真的吗 那普通 不然你 不然你以十年为区分 就几零年代这样子吗 我 年出国 去渡客 就因为 这个字 就逼掉了 就让你这个节目 把这个压低 我 出国 然后我当兵两年在部队 之前三年在研究所 硬要我们倒算 那有意义吗 看你反应怎么样 现在天能睡红的 就是这样 那这样差不多是 70年代晚期 到8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 社会学在这个社会 是一种新兴的科系吗 还是 大概是社会学 开始爆红开始的时候 真的吗 社会学有爆红过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能是最那个 因为台湾的社会 在那个时候是在 一个动荡 动荡的时候 所以你对农业 农民抗争 什么的 势力救济 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人与的 忽然间就感觉 对 所以你每个地方 大家都觉得有puzzle 我自己也参与学运 所以社会学系 跟政治学系 这种东西 它有先后吗 我介绍一下社会学 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学问 就是说 社会学 社会科学的一个 基本学科 那其他有心理学 政治学 经济学 所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广泛都研究人的行为 人什么时候 敢有系统的了解 人自己的行为 然后改变 在西方 就是启蒙 启蒙之前 就神学 你不敢讲说 人可以自己决定命运 所以一定是 17 18世纪 启蒙的时候出来 所以最老的就是 政治经济学 分成政治学 分成经济学 这非常老的学问 然后一路走 走 走到 所有的基本社会科学里面 最年轻的一个 就社会学 我们就是18 19世纪 真正第一个pick 是20世纪初 所以是最后到位的 所以真的是你进去那时候是爆红的时候 我觉得对台湾社会那个时候 应该是对大家开始认识的 没有因为我只是好奇 就是你那时候选科系的时候 你一定也在排嘛 我那时候志愿 坦白说 我从头到尾 我的志愿只有填十几二十个 通通是社会学 哇塞 我现在回想 我那时候理解的社会学根本是错的 就人生就是这么险 你以为社会学跟社会运动是一样的 我那时候读了 根本没什么书 重庆南路只有买龙冠海 龙冠海 这是他 你们都不知道那个老先生 这个当年把社会学带来台湾 从大陆带过来的一个 比较不那么top的学者 姓龙 龙龙龙 我是看他的书 那不知道什么 我是因为看了这个 打牛南村 宋哲来的一个小说 那时候谈农民被剥削 我就很感动 因为我那时候打工都在图书馆 看了调研内 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台北 老台北 没有走出台北 看了那个以后就觉得 哇还有外面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有不公不义 有什么什么这样的 有justice 对justice 问这个字跑到我这个 年轻的心灵里面去 然后就书里面去看这个 就找到社会学 一打开 有谈农村啊 都市化啊什么 就觉得 就是他了 然后就选这个 一路进来 然后我算一算 大家一起去 那我离开中原院 38年 现在我还是社会学家吧 是啊 那再加6年 就40多 任性了40多年 就很任性的选择社会学 然后又任性的中原院走 然后又到台大社会所 对台大社会所 然后又出国 杜克大学 Duke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是从浪漫Duke大学来的 郑露林Jerry老师 别人能开这个玩笑 很难好不好 你要念过Duke大学 我每次都介绍的是那个Tim Tim是读Duke的商学 Tim Cook Tim Cook 他是Duke的 我跟他夺手 我都叫他Tim 社会学博士 那可不可以问老师在美国 6年6年 哇 真的厉害耶 有两年在中国大陆 在菲律宾 就是你做那研究 做鞋子嘛 运动鞋 Nike Ribbon 其实我那时候在摩斯汉堡 把你拦阻下来之前 就听说过你的大名 因为我认识了一些 社会学的孩子 OK 我那时候就说 什么是社会学 然后他们就说 台湾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学者 在中原院 他做了研究 超级酷的 说追踪一只鞋子 到天涯海角 这样子的opening怎么样 有厉害 不错 就是讲一下那个鞋子 我觉得那个鞋子 研究给我影响很大 影响到现在 到这本书 你现在如果要去谈设计 谈创新 谈品牌 你一定想到一个品牌 唯一的品牌 就Apple 但Apple你知道 Steve Jobs最崇拜的公司 是Nike 真的吗 我以为是Sony Steve Jobs有一个影片 他半夜要launch 那个iMac的前夜 他谈branding的时候 他说全世界就只有六个品牌 Apple在里面 Sony在里面六个 但他说这里面最值得我们学的 是Nike 所以他就 think difference 那个影片要launch之前吧 我们现在对于这种 包括我们现在MTV的剪接 包括我们那个technology 导入到运动鞋 这种跑鞋 在那之前没什么了不起 现在不得了 然后跟fashion结合跟什么 就是这种culture fashion 然后所有东西 都fuse在一起的这种资本主义 这个大概就是Nike开始 所以Nike plus Apple就很长 那我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 台湾是全世界最大的鞋出产国 对 然后所以跟Nike Reebok 在做 然后我们厂商就大量的迁徙 到中国大陆去 对 所以我们就面对一个状况就出现一种 现在大家喜以为 好像就是台商 第一批台商是卖鞋 做鞋 所以这个 还不是电脑就对了 对 是移动的事 因为是全世界最大错 那所以我那个研究也是第一个台商研究 第二个是 你看跨国资本 我们现在谈跨国资本 日本美国都是先进国家 没有从我们这第二波进来的国家的跨国资本 它长什么样子 就台商嘛 拿一定鞋子 所以这意义上也是第一个做这种研究了 另外一个研究是这样 就是说 美国那个时候经历一个去工业化 去掉工业化以后他们担心没有工作 然后就有一个讨论说 什么是附加新的价值 可以附加 留在美国了 出现了资讯社会 知识社会 一大堆这样的东西进来 就是说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Nike就很重要 因为他这个brand 透过design各方面的东西 最高价值的东西留在美国 虽然他没生产 但他可以控制生产东西 可是可口可乐啊 McDonald也是啊 但是Steve Jobs就不喜欢就对了 没有他品牌操作复杂度真的很大 不一样 那所以你那时候那一篇 就是想要去写这个 我就是跟着一双鞋子 然后从他在Oregon那边的design center 什么一个idea 所以design我跟他很早就 你有渗透进去 然后怎么 我跟你讲 他们这个整个到鞋子 从东莞那边出来 寄到美国去 然后one more thing 然后在所有的retail still 开始卖Nike的最新鞋子 这个chain很长跨全球 中间有个节骨 也有可能在台中什么 我就混进去跟Nike的designer 因为他们要去inspect 就好像我们现在去inspect 下一代三个月以后 要launch的第六代Apple Watch 所以他们在前面那个阶段 就在那边想办法 把它fix很多problems 我就从那边混啊 然后跟他们走啊 跟他们走到大陆 走到菲律宾工厂 那是REBA工厂 找到什么 就跟着这个物件走 哇塞 那你所谓跟着物件 你是真的去追一双 physical的鞋子 physical的鞋子 所以最远到广东的内陆进去 包括outshore 这外底鞋场 所有东西 就一直追进去 就那一批就对了 就一直跟着这个鞋子跑啦 譬如说 我到菲律宾的时候 是这几个鞋型 这个阶段 我到了 中国这个鞋型的不同阶段 但是 但我要了解 它每一个阶段怎么work 不同类型的鞋子怎么work 那那个时候你做完研究 你有下一个什么结论吗 对未来社会的一个景象 或者是你看得见资本主义 仰赖着一个神州大陆的生产链 然后去壮大自己 然后变成你看得见现在这个样貌吗 我是第一个做台商研究 对啊 然后后来社会学者也很多 跟着一堆人做台商研究 但他们的 我跟他们比较不一 我比较任性一点 就他们的研究 就比较传统社会学者 他们就关心劳工嘛 对 就他们就看到什么 这个Nike为什么 那个他剥削嘛 血汗工厂 然后都会专注那个 我即使在现场看 我看到了 你真的有去工厂看 我在工厂里住好几个月啊 那他会不会就是给你一驱 就是没有血没有汗的这样 你要怎么知道说 会不会有石错链的工厂 我有看到非常悲惨的工厂也有 真的 他让你血哦 不会被赶出去 要匿名要那个 但倒过来看 倒过来看 我看过的工厂很多 不是是Nike Reebok 但劳动条件比较好的 是Nike Reebok这些公司 这我必须坦白说啦 这个社会学者会围攻我 你还要给我们一点空间 让Nike Reebok来业配嘛 因为他国际业 国际压力很大嘛 而且他有比较大的利润的margin 可以去改善 而且那是非常早期 对对对 而且很早期 你看Apple以前的环保纪录不好 现在Apple环保纪录最好 每一年哦 每次记者会烦死的 一定要有五分钟在讲什么 Green 对对 他必须要说清楚 每一个recycling 什么什么 所有东西 carbon energy consuming 这样 所以他就动态的 要去控制他环境 给他的干扰嘛 那因为这样进步嘛 所以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看法比较不一样一点 是我学到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 Design matter 然后Design这些东西 有美学 有资讯 有各方面 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那个鞋子做出来 其实是非常 不是制造技术上 当然有困难 但是从那个design的crazy idea 到最后变成市场上这么多 你知道吗 Design这个价 产品的架构 就是这个idea的使用行径 落实下来需要这个工具 然后这工具 其实需要很多复杂的技术能力 新的知识能力 即使Nike不生产 一双鞋子 因为在工厂都不是他 ownership没有 但他控制这个 他控制他的value 那个时候我强烈印象 是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个时候在这个产业家 就看到一种 decentralized 但另一方面 透过一个架构 可以控制的一个系统 它可以尺度大到全球 那影响所有的人 这个东西后来在 尤其是internet 这个information 就越来越发展 越清楚的时候 所以我那个model 是从鞋子工厂开始 就对我看起来 它是资讯密集的 这种全球化的概念 现在听起来 全球化好像是一个 all school的词 但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就是keyword 所以我就想回答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实际过程 是怎么样 就一双鞋子 从都在同个地方坐 卖给当地的人 到拉长这么长的距离 非常酷 但那很累 超累的 而且学生 那时候是学生 请家荡产 我以为说是不是 浪漫duke 就是经费充足这样 没有没有 你还是要花一些 自己的钱 就很刻苦 就很刻苦 回到台湾之后 也进入了这个 学术的产业 学以后 我就对设计很感兴趣 我会坐汽车 脚踏车 但都特别注意物件 就是说脚踏车的 基本特性 然后cable tv的 signal的衰竭 我比较重视物的特性 在设计这个字 怎么社会学 怎么做研究 对我就很重要 那我在亚洲 我要去拿来研究 台湾叫代工的经济 基本上是没设计 意思是讲 弱 当年 所以如果我在欧洲 我就应该去柏林 巴黎 那些地方 在亚洲 我就必须去东京 所以我就学日文 所以你会日文 对 所以就这样子 这些都是为了设计 这一本书 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特别喜欢 张伟雄老师跟李明冲老师 写的那个蓄枝优美 我的天啊 然后你们有讲了一个 你们三个人的这种缘分 那也是很美 台湾大概 基本上脑袋思维是社会学风格 但是在社会里的三个人 就是张伟雄 李明冲跟正路里 真的是太美 我只念一个最后一句 OK 关于设计 关于社会 与社会学家 关于身体 全都来自于他的哲学完美时刻 哇塞 这个 这太扯了 哇里面又有一堆 海德格啦 格里姆啦 在世存有啊 Being in the world Oh my gosh 我真的是期待我人生 有一天可以这么有厚度啊 Jerry老师还有一个很厉害 就是你弄了一个绘本屋 对不对 JFK绘本屋创始人 哇塞 又要有实体店面 对 又要有实体物件 还要卖书 事后回来看 他现在第七年嘛 还活着嘛 就听起来是轻松的 但这个决定跟这个过程是辛苦的啦 坦白说啦 在大道成 大道成 我一直没时间去 第四年搬出来 移出来一点 到老家去 就我是经济社会学者 产业社会学者 我做鞋子什么 刚刚谈的是产业 所以我是这个背景出来 我另外我的田野都在业界 我自己那时候 强烈感觉到这个落差 就是这个 这个语言思维什么 一边都在看那个写期刊弄 这有个落差啦 然后我辞掉工作 我就在想这种创业精神 这社会学的重要主题 那我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喜欢接近现场 而且比较喜欢实作的 就 干脆自己弄一个田野出来 对 你辞掉工作了 然后回来 那我的想法也很奇怪 那时候我想说我现在失业 真的是失业 就身无分文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总有一天会重新找到工作 我不会饿死 但等到我稳定下来的时候 回过来看 我一定会问自己说 你那一年好不容易 人生有个机会失业 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 就是说趁那个失业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做 就以后的我回过来会看 就是backcasting回来这样想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 自己测试一下 run a business 然后把进货书店的名字 value 然后整个聘人登记 我45天完成这件事 全部包起来送给我老婆 JFK应该是 你家三个人的名字 JFK Airport是关系企业 谁关系谁啊 讲清楚 你的资本主义大本营的 你让人家沾 对啊大概是这样 那现在绘本屋是多大规模 其实我们大道成那三四年 前面三年大道成的时候 两个单位是蛮大的 现在搬回老家 搬回来要说到剩一半 在文昌宫双连捷运站出来一点 就大道人边缘那样 那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说三年到了以后 我那时候就接受了实践找我去教书 那你教书进去 对我来讲这是又另外一个田野 我要cook to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这些书的东西 那我就要很专注 那时候我刚好 我老家我爸爸也退休 他说空间要不要你回来 那这个就会比较稳定 因为我以后可能要出 浮现租金涨价 哪个样的变动 我要回来出不可能 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说 趁我还没去学校报到前 半年 我就开始重新装潢移动 所有东西弄好 那整个赶快把它移到在这里 然后楼上是我爸妈还在 所以小孩子也可以有照顾 对不对 那就是家庭也稳定 事业也比较可以长期 通通run好 我就安心的去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我在大学那时候还不错 但现在缩小我就不太去提他 因为他的那个空间 尺度各方面 不是一个理想的书店 大家还是可以去的 还是可以去 还是可以去 他不是一个 这种书店的大小 一直都不是重点 你知道日本不是有一个叫call books 对不对 我有一次去朝圣 也是抄袭小的 一个小小的 可是很有感觉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有空间可以去思考 怎么去 对 对啊 这个大家有空的 小小东西 但是有时候去遇得到你吗 我都是跟你这边爆料 自行爆料 我其实是想 我这个实验叫DXS 对啊 但我本来想要merge 我会找个空间 我把lab实体化 lab跟这个book 对对对 跟又再合在一起 因为我五本书嘛 所以我可以弄课程啊 我有各种连续 我可以培养一个 因为你的这个书系啊 对 远远流长 你预计是七年吗 对对七年 那为什么大家在网路上 都很关心Jerry老师 是因为Jerry老师 你把自己弄得太忙了 你前阵子是不是还 我是开刀吗 我是过劳啦 真的是这样子啊 我这个已经人工了 眼睛瞎过 开四次刀 脖子这个装人工的 这一堆东西炸腰啊 什么一堆这样 那现在 但现在 堪用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了 堪用就好 我是热爱工作 坦白说啦 好啦来聊书啦 对 你自己介绍一下 你这本书好了 我觉得这本书 它谈得很广啊 它比如说历史 我三个部分嘛 那第一个部分 谈设计的 第二部分 写给社会学的 我觉得啦 我们这本书 不是给社会学 也不是给设计的人 读而已 上一次那个 志青老师就说 你打开看 这么有趣 原来是给 任何一个上进的人 读的 我蛮喜欢他 这种说法 所以 就是说这个世界 不外乎 就是它其实是个世界观 不外乎 人 物 世 就是这些世界 社会 那你要对这种 非常直觉的 有make sense 在这个设计的时代 make sense 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物 你要怎么了解物 我觉得最简单 就是了解设计 因为设计是generate 产生了物嘛 那人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学问 我真的老王卖瓜 我觉得还是社会学 因为单体啊 个体跟 复数的背景的 这个纠缠 永远是最动人的 你说罗密欧与朱利耶 因为家族不一样 所以什么 对不对 这个像你刚才说 可不可以控制 可不可以什么 人最精彩 一定群要摆进来 群当背景进来 有个脉络 就最精彩 然后人物扣起来 就是事嘛 事就是人跟物扣起来 就会产生事情嘛 所以我其实要处理这样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 研究群这个现象的学问 跟研究物这个现象的学问 设计 Marriage 我的英文标题嘛 就让他们结婚 对 The marriage of design and society 所以这是一个baby嘛 就是希望它 是一个统合的世界观 把物跟人统合 所以这个其实 你看单单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写设计人类学 我们从Lucy之前 Lucy下来的 写到未来嘛 对 即将要到来的未来 三百万年 你看看这本书 这个部分我写三万次 一个字一百年 你说除起来啦 对对除起来 读一个字 我们已经谈了一百年了 做平均来看 然后你得到一个 人观物观 事观 身体观 社会观 全部凝聚在一起的东西 三百万年 三万字 一个字一百年 全世界的载具 没有比我这本书更快的 你这个已经 完全是电视购物的水准了 老师 对啊 这本书三百三十块 你再算一下 真的 一块钱多少 什么SpaceX 你不用去那里 就这个 然后你轻松松的读完 我们就是用六个工具 从Hammer 第一个是榔头 然后地图 地球仪 然后扫地机器人 然后手推车 还有手表 还有手表 都是日常生活 你最寻常 最接近你的 从那里 你就会被惊讶到 然后你就得到新的世界观 你就超前部署了 真的 是不是 How humans tools and environments might be recomposed 因为这些东西在人类历史上 一直都存在 从路西也就要面对工具跟环境 对啊 但什么叫recompose 就是重新编曲 对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古老的主题 就像嘚嘚嘚嘚这种音乐 但我用现代的乐器 你听得懂的语言 对 重新去remix 动人 让你很好吸收 然后有博学的 大的视野 准备为下一个世纪 接下来的未来 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写了 这感觉你酝酿好久 酝酿很久 对 因为设计你看出来 我从做Nike Reebok时候 都已经在研究思考这件事 但这本书 真正这个planning下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刚刚说五本书 这五本书其实是 我在实践的四门课 实践我没有教设计史 有我看到你压抑了很久 不是压抑社会学 搞错了 没有教设计史 如果你听不懂他的话 你好奇你就去买这本书来看 就知道我压抑什么 对 任性的学者还压抑 压抑什么 这个就是四门课 所以我就用五年的时间 一年只上一次 每一年这样子重复的修改 到第五年全部成熟 那比较难的是这样 就是说我不能够让 第三本出现的人物 跟我的想法 跟这一本冲突 你想到哈利波特 你不能看荣恩的金格变了 对啦 所以你必须要把五本 所有的细节 那讲过的你还要再讲吗 你这里已经讲海德格跟孔德了 你第三本书你还要再讲吗 这是个困扰吧 你看我们Podcast就有这个困扰 就是我们一路这样讲下来 有一些东西 我们后来就不讲了 就会有一些新的听众说 没听过啊 什么钱包 比特币钱包 什么东西这样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跟你讲书是一个比较需要你投入的 冷的媒介在 其实这本书你看出来 这个是前菜 因为前面的设计是第三本书 然后设计有15个个案 我这里面有2.5个 所以第二部分是 这个叫抛砖引玉 三个社会学者 这是砖啊 玉还没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热身 不要因为第一本如果死了 我真的很担心 听说卖得不错 卖得还不错 这除了我意料之外 对啊 我觉得台湾这社会 但它竟然被这么 其实有一个地方也很棒 就是插图 也是编辑找的吗 都是交给编辑 这个人你一定要尝好 我真的是 双喜是我的 不要跟我讲 真的是 他那个插图 有时候那个突然出现一下 很有韵味 我们尽全力让读者 在接触这个内容 吸收内容中间减少障碍 增加润滑度 包括你看这个排版 这个排版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排版 如果我叫你一手拿这个书 你会怎么拿 一定会这样拿 对不对 我是这样拿呀 对啊 你还是会有一个支撑的 我意思说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这样 就是说拇指头让他可以自然 不要去压住自 所以他上下上 你都会说 因为这个抓住的时候 对啊 你要有一个轻松的 就是日式的小说的位置 这样可以轻松的 不要忘掉身体 对啊 拇指头 这一定要上去嘛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地方都注意 所以你刚刚就有提到 这个书页这件事啊 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里面有提到 有一个那个播页的动作 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你写那一段那个电子书 电子书 Kindle的这个 所以你现在都是用Kindle看 还是用Apple看 Kindle如果可以 因为我眼睛不好嘛 可是你这么练就的人啊 你不会还是看书吗 我到现在 因为我以前有Kindle 然后我觉得那个翻页会闪架 我还是受不了 我后来好不容易 因为最近iPad有一个扫描器在里面 就是LiDAR 然后我就想说去买 我就想说 我总算可以进入电子书的时代 因为iPad应该会翻比较快 可是我发现那个iPad 它的那个荧幕的那个 频率还是不够快 所以你在刷那个页面滚动 你还是会有感觉 对那篇文章就在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纸本书 对电子书这个设计 是一个不得了的挑战 我觉得在阅读上面的思考 跟黏着度 跟各方面互动的复杂性 各方面纸本书太丰富了 就比较容易思考 我一直怀疑说 为什么我是addicted on这个 flipping page的这个physical的动作 这个翻页的动作 很可能跟我的手部的这个 感触的这个叫什么细胞 因为我们全身上下的sensor 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手 我的阅读当它跟触觉气味 因为你翻了会有一些分子跑出来 然后它的这个知识 然后环境 整个这样融合在一起 它变成一个holy的 一个整合性的体验 我在电子的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是抓到了 Kindle在之前的 你知道它今天试图改 解决方案 到flip这个推出来的时候 它大力的推广这个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 往前走了一步的 我没有Kindle 所以我那一段有点看不成懂 你讲一下 那你要去弄一下 你讲一下 它是怎么样 它本来不是说点一下页面右边 它就会跳一页这样吗 你讲的新的是怎么样 以前的东西 你要去search的时候 它有各种方式去 你可以mark 那个第几页 但你字形的大小又会跑 对 我那个很有问题 这个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有一个mind map 我会去记得 就是说我知道那一页 大一页在哪里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 我进来这个地方 我忘了笔在哪里 我忘了 我本来跟你说 我只要退回去 原来那个椅子 我一碰下去 你说什么东西解释了 我想起来 没有 但就那个总体的身体感 我一坐下来 我又要上车 所以你常常会像天人一样 那样倒带 都会倒带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身体在储存总体 这个是最快的东西 资人也是这件事 因为它已经身体化了 放给身体 那你说它新的翻页是怎样 新的翻页 主要是在某一个点上是这样 你看 你看我们在翻书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 假设我看到一百页 我抓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有时候看到这里 我说 龙哥这个人我刚刚看过 我会一根手指头 我会压住 然后你就往前往后 有点像倒车入库 你在调车车尾一样 所以你会往前flip 对对对 那flip的时候 很快是因为你经历过 我跟你讲 你往下flip没有用 因为你没走过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手指头一个压住 你往前flip 夹住它 那你flip就在flip 你看到 其实你停在一页 你都会知道 大约前后 那你就抓到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Amazon到底解决了没 它食指夹住吗 没有 它基本上抓到这个逻辑 就是我看到那一页的时候 我点下去的时候 这一页 缩起来 放到上面 就好像 你有一张图了 我有一根手指头压住它了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经验 80%要开始flip了 所以那个hold住的点 拉到上面去 所以你就往前快速的flip 有看到了 265 我有放几张照片 对 我还放一个barcode 让你可以上去 有有有 所以是kindle版吗 电子书版吗 还是iPad版 没有没有 就kindle 我答应是 从kindle开始 kindle开始make sense OK 那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跟你有关系 我进设计了以后 你知道我对资讯社会是感兴趣的 但我进的是工业设计系 他们在做传统 它是个hard code 但是在做实质的物件 对我来讲是个挑战 那不要紧 但其实对于社会脉络这些东西 如何跟身体环境 embod的影响这些东西 最多的来自互动设计 那边的文献太多 跟社会学直接相干 那我也会去读这些 但有时候在聊天当中 我会觉得 这些chance的朋友 当然他说 intellection是embodied context matters 我听他在谈的时候 我觉得他不那么抓住这个sense 那我要怎么做 我的想法就是 你不能够否定kindle的重要 你不能否认电子书 基本的category 所以我在kindle电子书里面的page flip 这么一个动作 我抓这一个 把它放大成六千一万次 我仔细的解释 告诉你 why这是一个breakthrough 那我相信这样子这一篇 会给我那些在做互动设计 资计器有设计的这些朋友 开始去懂我真正千言万语 想要也没时间跟你们沟通的这一个点 对 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只能写这么一篇 那我其实看了我就好奇 因为那个伟雄老师 对 那时候就有说过说 你是从小对机械组合 技师操作的记忆很感兴趣 而且你是 你一直都是算是半数位原生居民 这种概念 我是第一代blogger 对 你那时候 而且还没有部落格这个 我的部落格第一篇是2004 你好像更早 我跟你讲2000 哇塞 那个是 连部落格怎么翻 那时候可能还没决定 因为是Elia翻译 那一群年轻人翻译部落格 我现在要讲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翻译这个 我就很有兴趣 因为最近2020年开始 3C产品进入多页时代 从那个微软砸大钱 要拼一台叫做Duo 他们那个真的是疯狂了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就说 Microsoft花十年某一件 永不放弃 就说要打造出一款 以它为出发点的 一个类系的 一个3C产品 因为手机 Smartphone的这个类系 被Steve Jobs开创了 但是微软一直也想开创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因为它Surface卖得很好 但是iPad也是先 对不对 它出一个两个展开的 我看到很多评测 我看到大家拿的时候都这样拿 就是一只大拇指会插在中间 感觉挺帅的 然后合起来就合起来 然后我就在想 它的翻页会不会比较直举 因为你有一个大拇指插在这里 所以有很多新的interaction 有没有 Gesture就会有新的system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一定会搭配出来 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世界 它有很多layer 它有技术物质性的layer 它有software coding 它有interaction layer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谁能够在interaction的时候 smooth out 我觉得老师你说谎了 我觉得你真正想讲的是 只要Apple还没出都跟我无关 你刚刚一直就是不想聊 你就是这什么 你真的是把我现在就 本来想要收进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Apple是最重要的 被你读懂了 Apple是这样嘛 Apple不是技术读破的 他就是哇你看哇这个什么 但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这个部分 你知道Kevin Kelly吗 当然啊 Kevin Kelly这个technium 这个科技体这个概念 当然谈生物负比嘛 对 人那种原始的prototyping 最早的prototyping 不是从设计师开始 我们人的这种长久以来的直觉的生物 市场的这种基础动作是存在的 大家有兴趣去看书啦 看书 这一集完全不是业配 但是因为真的是看到说老师 就是顺利把这一本孩子给孵出来了 真的辛苦了 你刚刚一直讲人与物嘛 那现在这个人物合一的时代 你一定有注意Elon Musk 那个大脑电脑嘛 对不对 Brain Computer 我知道 就是说这个人物合一的这种时代 人既是书 书既是人 然后又再加上现在这个变动的时代 哇然后我们几天之前川普 Be Positive Be Patient 你有没有看了一个笑话 就是说有人 我知道他变PASSION 就真的变PASSION 然后帮Steve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社会学家的劝势真言 就是说有没有身为一个Sociologist 觉得说从你当年看到农村 你留下滴滴泪 到现在你看到这个Social Dilemma 你看到这个人物合一的这个 不管是机会还是风险 你看到这个Social Distancing 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身为一个Sociologist 我一直在帮你铺陈 让你有时间想想 就是身为一个Sociologist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 一点这个Enlightenment 就是说一点 有没有什么Keyword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还是 对啊 你们这个 这边有一句话 对啦 影响凡人生活的巨大体系 必定有害 这是一个希腊悲剧作家 索福克里斯说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 用超快的速度进入一个 我们应该要准备好 但知识上 行动上 意志上准备好的年代 确实是技术一直在驱动很多东西 当然资本主义竞争会铺更多东西 或者有权利的人 会想要控制老百姓 这个当然都会 但无论人他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 看清楚 那个是什么 我们在月台上面看这个 一直跑过去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这里一定要认识出 所以我们思想要准备好 我们意志上要准备好 控制跟不控制这个问题 怎么控制 这个问题要准备 我觉得巨大这件事情是 不可避免 真的是这样 但我觉得问题不是巨大 我觉得问题出在 第一个抽象 就说你看我里面写了很多这种 戴手表干什么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技术 就是几乎让我们从头到尾24小时 我们呼吸什么都音乐 跟着放湿度 跟着调整 这个趋势的方向都让我们 强烈感觉到自己一个人 跟世界没有关系 但那个系统很复杂在运作 对不对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系统怎么运作 稍微大一点是无感 我觉得他变抽象 我知道他变抽象 他没有实感 这个是人类工具演化 一个很大的差别 尤其这几年我们开始 self的sensor 我们直接测量人的身体 我们这个就叫什么 口什么 口弦体振值 口弦体振值 你看我们这个头 控力要够高 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口弦体振值 因为体测本身直接告诉你 然后你会去double check 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我想法是什么 我们确实对我们自己都掌握不清楚 他很多次在发生 然后这个系统越来越大 这个是抽象 第二个是遮蔽 我觉得这两个同样的事情 就是他不那么transparency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设计这件事情 是不是transparency 是不是还掌握在手上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社会议题 社会跟设计 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 那种新的vision 一定是我们这样 越快准备好越好 这件事情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要越快加入老师的这个DXS lab 因为你刚刚置入 我帮你conclude一下 你说社会设计 对不对 我觉得老师讲的真的很棒 然后体会良多 因为这个希腊剧作家 在这么久以前讲的是巨大体系 凡巨大体系必有害 但巨大不是问题 因为体系已经转变了 体系已经转变到他抽象了 抽象没有巨大的概念在了 他已经渗透 他已经合一了 然后他已经隐性化了 隐蔽掉了 也许我们要开始脱离 希腊剧作家的年代了 这个年代我们会有新的态度 我们会有新的语句 去描绘体系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要强调 稍微乐观主义一点 我觉得 资讯科技这件东西 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在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体 可以非常unique 非常是个单体 如果我们的架构设计对的话 我们不需要巨大的国家 跟巨大的市场 这两种抽象 折磨人类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说 现在的这个资讯体系 是可以让个体出头 然后spontaneous 会创造一个秩序出来 这秩序不需要牺牲个体的 我觉得这是技术给的机会 但你可以用到 face detection从早到晚 所有的资讯都把你绑在一起 但就有很多的危机 存在那个地方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机会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口罩管制这件事情 经济学讨论几百年 但它缺了一个设计的因素 就是如果有个app呢 如果app server 所有这个system run呢 写得好不好呢 如果写得好 所以这个intermediate variable 是在设计 可是这个变数 没有放到经济学model里面去 因为这个东西matter 所以maybe韩国 那有点问题 半夜我记得唐凤金 那修一下 那边弄一下 对啊 台湾can help啊 这并没有产生压制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是 中国大陆这样压住个体嘛 Right 大家的分散的行为 可以做这件事嘛 OK 所以还是有这个机会在 所以重点是 透明度高 身体可以死感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社会议题啦 一个捆绑世代的 觉醒游击队啦 我觉得就是一个队长的切格瓦啦 好啦 今天呢 收获良多啦 有时候一些东西 你听的那一刹那 你觉得好像在 他在讲什么 但这有时候你 你还是心中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你去想说 诶 这里面好像有点意思喔 那你慢慢的去想 你可能你的大脑的一些 新生的这个脑细胞也好啦 你的新的 新生的这个思维也好啊 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迸发出来了 那当然呢 就会比较累啦 所以大家一边工作的时候 一边还要迸发脑细胞 哇 那可真的是辛苦了 一个是一百年 当然速度比较快 对 所以宝博的朋友说的 千万粉丝啊 大家今天辛苦啦 好 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宝博朋友说 我是葛卢君宝博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选订阅 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喔 不论你是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ut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 听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 按喜欢留言 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一集 觉得老师非常的酷 或者你是这本书的读者 也欢迎给我们一些留言 给我们一些鼓励 是我们制作节目最大的动力喔 我们下一次空中见 拜拜 拜拜